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世界 网络天下奇闻去世 我是宋志明 原子弹是核武器的一种 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和杀伤力 它是通过核裂变或者聚变反应释放能量 主要利用油或者布 而利用重氢等原子核热核反应制作的核武器 通常称之为氢弹 核武器不仅仅是一种武器 它的功能还有很多 改造沙漠开山辟露 挖掘运河 科学家可以控制核反应所产生的能量 来安全使用它造福人类 那么原子弹除了爆炸后的破坏性 它的辐射有多可怕你知道吗 估量的放射性核辐射能够致人死亡 患癌 畸形 以及基因突变 做过X光检查的朋友应该知道 门口都会有硕大的字体提醒 当灯光亮起时寝物靠近 X光对人体的影响有限 但是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核辐射就不一般了 1945年为了加快战争的进程 促使日本尽快的投降 美国在日本长期投下了原子弹 当天总共造成了9万人死亡 数十万人重伤 随后的广岛原子弹也造成了接近20万人的死伤 这仅仅是爆炸所产生的死亡数字 据统计在接下来的50年里 当地居民由于核辐射引起的疾病死亡人数多达30万 幸存者饱受疾病的摧残 不少人结婚后还将疾病遗传给了下一代 新出生的婴儿患有肢体残疾或者智力障碍 很多幸存者受核辐射的影响 没有人愿意雇佣他们工作 只能在沉默中死去 核辐射是看不见的敌人 核武器是人类毁灭自己最可怕的武器 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核辐射是持久的 可能是几十上百年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逐渐的衰减 本期节目就为大家介绍这么多 更多精彩内容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我的动态 谢谢